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快篩我們昨天在講 我們要等到5月12點 然後賓哥你就說 這個等不到啦 不可能啦 可是今天陳中算給你聽 早就來啦 1.7億劑 1.7億劑是誰弄來的 到底真的有沒有 對啊 他這樣加一加 就是我們之前排隊買的這些 然後給地方政府的2200萬 可以販售的200萬 反正加一加 對 他說已經有1.7億了 隨便他講嘛 因為東西在哪裡 他說下個月會累計進貨3.4億 誰看到了 東西在哪裡 如果真的進了這麼多 進到1.7億劑喔 他把備貨都算囉 戰備存貨都算囉 所以那這樣子 為什麼之前要實行實名制 對啊 你這麼充足啊 你為什麼大家排隊排到死啊 你的量已經多到一個爆炸 你就直接讓大家去買不去結了嗎 那為什麼要實行實名制 騙人嘛 鬼扯嘛 老實講我還以為你要告訴我說 今天是5月32號 5月還沒過完 網路上很多人都這樣講 搞不好 而且現在端午節到了沒還沒啊 所以農曆5月也還沒過完啊 對不對 緊張什麼 5月還沒結束嘛 這蔡英文從頭到尾就是在騙人嘛 我早就料到他把民間 這些廠商自己進的也算他進的 就是這麼簡單 之前他告訴大家疫苗 告訴我都政府爭取來了 然後完全不提那1500萬劑 是郭董台積電還有慈濟努力的結果 如果沒有他們努力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有這1500萬劑的BNT 不就這樣子嗎 這個政府懶功最厲害啊 而且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的就是 其實蔡英文可以不用這麼累 你也不用去跟我們掛什麼保證 蔡英文在去年就做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直接開放不要擋就好 就全部進來 我們早就有充足的快篩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快篩 再缺貨只有台灣嘛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嗎 然後現在到了你自己的保證跳票了 只好硬湊 胡說八道隨便亂講 硬湊出來 陳中如果說有的話 那現在照這樣來講的話 你庫存至少五六千萬劑喔 對啊 把倉庫打開給我們看啊 拿出來看啊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對啊那你不敢嘛 你不敢我就當作你沒有啊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你告訴我的東西在哪裡啊 你說有就有 嘴巴講講就算了 所以都在騙人嘛 像我剛進來的時候聽到說什麼 地方要告訴我你需要多少量 地方告訴你有個屁用 你也不會給到那個量啊 我就算給你的 我本來答應要給你的 我到時候 你是抽走啊 我臨時抽走 然後放到我自己的 這個疫苗戰裡頭 不是這樣 他專門搞這一套啊 那地方哪有辦法 哪你有辦法 而且你自己執政的縣市不抽喔 搞不好還偷家 然後別人執政的縣市 你就給他拼命抽 然後抽到你自己的 那個疫苗戰裡頭 然後算你的功勞 這政府噁心嘛 就要專門搞這種無聊的事情 拜託現在是防疫耶 結果民進黨完全把它當選戰在打 天天想盡辦法去黑對手 天天在搞這些有的沒的 今天陳時中會回應是因為 蔡英文臉書被灌爆了 他不得不回應 不然的話 陳時中我想他理都不想理這件事情 因為反正我告訴你是多少 反正隨便我講 你管得著嗎 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拜託陳時中 你說1.7億劑 麻煩你趕快開倉庫讓大家看 如果你開不了倉庫 你就是說謊 不然的話你告訴我怎麼來的啊 是你自己進來的喔 你不要把民間建的當你的喔 蔡英文可不是這樣講的喔 蔡英文是說經由他的努力進來的喔 他找到1億劑喔 你要符合他啊 不然的話就是說謊 我拜託你趕快去罰蔡英文3百萬 因為他明顯的說謊 散布謠言 然後應該要 蘇貞昌趕快去查辦啊 快點去查 我知道新任總統不能查 但是先立案 等他下台之後馬上把他法辦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要再騙人了 其實我很懶得去討論這種問題 因為明知道 整個民進黨是個詐騙集團 你每天討論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重點是 現在什麼東西該做 趕快去把它做出來吧 不要再跟我講這些口水 今天我還看到有 台北市議員 還不是執政黨 台北市議員 在那邊質疑說 中央什麼時候對地方隱匿疫情 中央隱匿疫情還不夠明顯啊 他每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都要隱匿疫情耶 不是嗎 不然的話 劉伯亞你給我回答啊 陳時中說以後不會再有校正回歸 那為什麼天天下來都在校正回歸 請問一下這不叫隱匿疫情是什麼 不是嗎 我也不懂 好好的一個 不是執政黨的議員 為什麼每天要去幫執政黨擦屁股 你到底私底下 是不是有收人家錢啊 還是有什麼好處啊 不然的話我搞不懂 以你的立場 為什麼要去幫執政黨去圓謊 不要把自己人格做得這麼低劍 拜託你阿苗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包括大家記不記得當初BNT喔 他自己先BNT都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本來陳時中跟東陽要買的時候 他已經先給BNT EUA了 他都公佈在機關署的網頁上面 結果等到郭總他們準備要買的時候 他就偷偷把EUA拿掉 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專門這樣幹啊 那至於你們剛剛拿出來那個圖卡說 喔他之前可能是語意不清 語意不清嗎 我告訴大家 根本不是 他們本來就是認為41度以上 才會送醫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你知道 5月26號的新聞 羅一軍說明喔 是羅一軍在記者會上說明喔 如今醫師評估症狀輕微 生命真相無異 基本上都會交代回家的注意事項 包括發燒41度以上 持續昏睡 嘔吐 抽搐等情形 則需要緊急受醫 然後接下來重點喔 如發燒39度以上 但未達41度 且為1歲以上兒童 可先吃藥觀察 真的有說嗎 他就是說啊 因為那天我聽得很清楚啊 那41度就是一個標準嘛 是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 39度到41度 他認為你要在家吃藥觀察喔 他不是叫你去看醫生喔 這就是羅一軍親口講出來的指引喔 你們還要狡辯嗎 防疫指揮中心是誰認命的 是不是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是不是要負責 這有什麼好奇怪 沒有下令他說的喔 而且孩童並非燒到41度 才可以就醫收集 我請問一下 防疫指揮中心的命令 如果不是經過蔡英文審核的話 蔡英文有沒有權力 裁測防疫指揮中心 他有沒有權力換人 有沒有權力要求他們更改命命 當然有 有吧 結果蔡英文做了嗎 沒有啊 這是防疫指揮中心的羅一軍講的喔 親口講的 不信大家去調5月26號的記者會 畫面出來看 看他有沒有講這句話 這是他親口說的 39度以上到41度以下 在家吃藥觀察 那有什麼好講 這你們自己說的啊 所以 藍拜托尼西說真的 我常看他在亂罵一通啊 可是他基本上 他這句話講有什麼做 就是你蔡英文下令啊 因為防疫指揮中心不是 你蔡英文認命的嗎 不就這樣子啊 所以就是你的命令啊 你懷疑喔 我現在比那邊講的 有種來告我 看到事你不要被法院認證 不就這樣嗎 這麼明確的事情 他們故意的你知道 因為他們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第二天陳時中 在記者會上就被問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陳時中在那邊 問A答B東拉西扯跟你講 然後說什麼 羅一軍不是這個意思什麼 他今天就好意思講說 不是只41度才要就醫 那請問一下羅一軍那天講的話 他講錯了嘛 羅一軍那天講的話 一模一樣我們也掉出來了 的確 是不是就是這樣 請問一下 羅一軍有道歉嗎 有說我講錯了嗎 有選你陳時中講說 我就不能說錯一句話嗎 都沒有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都沒有 連錯誤都不承認 而且還說發燒39度以上 但未達41度 而且一歲以上的兒童 可以先吃藥觀察 如果覺得藥效不佳 也可以透過視訊就醫 他還是不讓你就醫 就這樣子 所以當天羅一軍的意思非常明確 就是41度以下 你不要給我來醫院 就這麼簡單 他意思非常明確 對啊 不然呢 所以陳時中根本就是在說謊 你這個謊話騙子指揮官 然後再讓一個騙子總統 你們一秋之河 全部都是詐騙集團 不就這樣嗎 他們故意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說錯話 可是又不願意承認自己說錯話 所以才故意轉移目標 做賊喊抓賊這樣子 對 所以故意轉移目標 你看你看有人故意在那邊 在那邊扭曲了 然後呢 動員了一堆車衣去攻擊 老實說啦 藍白托爾尼錫 只有你們才會看好不好 誰平常去看他啊 一個總共只有22個人按讚了 或是快笑死了 說真的 現在這個經營者 到底是不是原來那個人 我不知道 我都懷疑 這是不是你們買 反串 把這個買下來的 隨時隨地 當蔡英文或民進黨 出現什麼麻煩的時候 故意發這個東西出來 好讓你們有攻擊的機會 我順便再講一個 我昨天就講過內容農場的東西 那五家內容農場 大家去查一下 五家內容農場 加起來才幾千個 粉絲 那個算什麼玩意了 說真的 我覺得我們在座 每一個人的粉絲都比較多 肯定是 所以那到底在幹嘛 我根本懷疑那些 就是民進黨平常養的 養了在那邊之後 你知道等到出狀況了 就故意把這些東西拿出來用 就這樣子而已啊 因為反正平常他散布那些消息 反正也沒人看 根本不會有人知道 那等到他 遇到危機的時候 就趕快把他拉出來 你看過去局管署 公布了多少次所謂的謊言 根本沒人知道的謊言 只有民進黨知道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被民進黨騙了 那我也拜託藍英的委員 藍英的民意代表 拿這個東西 直接去告防疫指揮中心 做錯誤的執意 謀財害命 害死了台灣的小孩子 拜託你們去告羅一軍 告陳時中 告蔡英文 拜託你們 你買物化器呢 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 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夠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